大家好,这里是奇幻五分钟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男子贴身又有一张能帅死人的脸 却始终收获不了爱情的故事 故事的一开始,一个叫做哥伦布的男孩刚刚出生 就直接帅死了给他接生的三个医生 原来哥伦布拥有绝世的容颜 不管是谁,只要一看见他的脸就会被他帅死 看来长得好看也是一种诅咒 为了不让哥伦布的脸危机无辜 父母只能选择在哥伦布一出生的时候 就把他的脸一层一层包裹起来 哥伦布也从小到大就以这种缠满面纱的样子借人 只要主持得了抑郁症,于是就去看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自诩也是一个大帅哥 根本就不相信有人比自己还要帅 于是就告诉哥伦布可以放心地摘下面纱 自己一定不会被他帅死 谁知道哥伦布刚刚摘下面纱 心理医生就扛不住了 等到哥伦布的父母赶到的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 心理医生被哥伦布甩晕在地 后来哥伦布暗恋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的男朋友知道了 看到哥伦布满脸包裹着面纱的样子 便嘲笑哥伦布一定是一个丑八怪 还叫了一群小混混欺负哥伦布 哥伦布为了不暴露自己的绝美容颜 只能够对于这些拳打脚踢忍气吞声 很快哥伦布想到一个办法 那就是让自己的好朋友小胖一板砖把自己拍毁容 小胖觉得哥伦布的这种想法简直是疯了 于是哥伦布拿了小胖的手机 小胖一怒失下就给了哥伦布一板砖 毁容失败的哥伦布准备跳楼 却被一个叫如花的女孩劝住了 如花看到哥伦布满脸白沙的样子 察觉出来了异样 带她来到了自己工作的养老院 这里的老人们都非常乐观有着气 哥伦布深受感染绝对放弃轻声的念头 也对这个女孩心生好感 让人逐渐交心 哥伦布也告诉了如花自己脸的秘密 如花却说自己早就听闻过 有这么一个可以帅死人的男孩 还说自己也有秘密 那就是自己不能心动 一旦心动就会引发心血管疾病 就这样两个同命相连的少年走到了一起 一次出去玩的时候 如花的手被划伤了 哥伦布撕下自己纱布的一碟给她包扎 这个举动令如花心动不已 如花想要看看哥伦布的脸 哥伦布决定用纱布蒙住如花的眼睛 让如花用手感受自己的样子 回到养老院才发现 曾经开导过哥伦布的老人已经命不久矣 在老人的苦苦哀求下 哥伦布接下自己的灭纱 老人暗详地死去 如花的心动症又发了 她感觉到自己命不久矣 于是带着哥伦布来到一个化妆舞会 舞会上如花的心动症进一步加重 他们还看到了曾经打过哥伦布的混吻阿强 和他的女朋友阿珍 拉扯之中阿强弄掉了哥伦布的面具 就这样阿珍被猝不及防地帅死了 哥伦布就这样因为故意伤人被送到了监狱 临上车的时候 看到了如花被抬上了担架 在警局一夜未眠的哥伦布被母亲保湿了出来 出来之后 哥伦布立马去医院看了如花 如花表示自己命不久矣 临死前想要看看哥伦布 然而哥伦布不忍心帅死如花 始终不肯接下自己的面纱 还用板砖想要狠狠地毁了自己的容颜 还好父母及时阻止 最终哥伦布来到闭房送如花最后一程 如花也如愿看到了哥伦布的容颜 流下了满足的泪水 然后毫无遗憾地死去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记得点赞和关注 下期精彩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